好我們看來這題喔 它說定X代表每個高中生 平均每天花在研讀數學的時間 1小時計 W等於7乘3224-X 代表每個高中生平均每週花在讀數學以外的時間 什麼意思 X代表每天讀數學時間 一天幾個小時?24個小時 扣掉X之後 是代表每天不讀數學的時間 乘上7天變成每週不讀數學的時間 那Y代表什麼意思? 每個高中生數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則XY的相關係數是RXY WY相關係數是幾? RWY 為你兩數之間關係 好不好 什麼意思 這題後 它主要在幹嘛? 照去比較多少? 比較R WY 和RXY 這兩個相關係數之間的關係 講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這兩個相關係數 你比較一下這兩個 YY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重點是要看誰? 在比較W和X之間的關係嘛 這樣行不行? 那請問到告訴我 W和X是有這個關係 好 你可以把它盛開 可以 盛開之後 W等級 168 減掉7X 你觀察一下 有沒有什麼很熟悉的感覺 你把這東西整理一下 它可以寫成 負7X加上168 像什麼寫 換句話說 注意聽 其實這種寫法 它就類似一種線性調整寫法 對吧 把原本X乘上負7 再加168 再加W 對吧 把原本X乘上負7 再加168 所以說像這種寫法 類似一種線性調整寫法 那對我相關系數而言 你要知道 相關系數 基本上 相關系數從數據標準化 所導引出來的公司 所以本身 不太受到什麼? 線性調整的影響 但是 那你在做線性調整的時候 好不好 我們只怕的是什麼? 它基本上 它不太受到線性調整的影響 除非 你這個AC 故意跟它變號 把人家正相關的變成互相關 所以說基本上 相關系數 你即使把它線性調整之後 還是跟原來一樣 好不好? 數字部分一樣 我只在乎什麼號? 正符號 AC同號的時候 好不好? 這時候會一樣 好不好? 這兩邊相關系數一樣 AC自然有一個是出現符號時 你把人家原本正相關 變成互相關了 這是要加什麼號? 符號 所以說這也是一樣 原本 我要求R W 對吧 那今天 原本多少? R W 這樣行不行? 那我今天把W 變成多少? 負7X 加上168 和7 Y 所以說我原本是要求W 和Y的相關系數 那W可以轉換成多少? 負7X加上168 Y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它轉換成SY的時候 注意聽 因為差一個什麼號? 這是一種線性調整 但是線性調整 這邊最差一個什麼號? 負5號 所以他們相關系數 會彼此差一個什麼號? 負5號 這樣行不行? 所以線性調整 並不會影響到我相關數字的 相關系數的 數值部分 但是會影響到什麼號? 正負5號 因為這邊是負的 所以說這次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5號 把人家正相關變成負相關 也許會把人家負相關變成正相關 總而言之這次要加一個負5號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答案選項 選項選項選項 選項選項選項 選一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選後選A B C D E 好嗎? 麻煩你選一這個選項 OK?